之前自己漆的油漆呢 好多年後呢居然發霉了 雖然是使用什麼防霉抗菌 待會師傅要來幫我 漆全新的油漆 敬請期待 這是特白 高效遮蓋的特白 這是漆屋頂上面的 這個香菌是漆下面的 對 我們就是防美金 那通常這個比例是 比例是一桶一罐 然後整個 需要拌個一分鐘兩分鐘嗎 還沒有等一下把它加水比例 對因為那個 我這裡就有加過水了 我們在刷的時候我們看手感 刷起來 對手感刷起來之後 如果太濃 是不是跟牆壁的底材有關係 相同的配料在不同牆壁上面 可能也不一定一樣 不一定適用 對對就是 就是你牆壁的 吸進去吸的多跟少 吸水率 牆壁如果很乾燥的話 它那個你太濃的話 它下去它我們7會7會 7會 所以說我們濃度要調好 這也是要扣金錢嗎 對 4公斤要先做這個地板的防護 前製作業大概就花了一個小時以上了 看你們在7好像很簡單耶 他每天做同步的工作啊 我們對工具的熟練度 好 掛到很熟 滑度有點累了 老闆這個釘子可以幫我把它拆掉 把它鋪平就好了 因為我這裡之後沒有要掛東西了 好 好 那我就把它拆掉 好 謝謝 等一下拆掉之後再補塗 對 再補塗 補塗厚 你剛剛有這樣刷 我說這樣刷是必要嗎 還是這樣你剛剛拿就可以了 不必要 就可以有可無就對了 對 因為我們下面刷的時候 對 他已經滿的帶上去了 他已經滿的帶上去了 對 兩邊就溢出了就對 對 因為如果沒有刷到的話 我們會看到黃色的 舊的黃色 有要補再補就對了 基本上 我們在刷這個 我們這個左右有沒有 對 我們都會 那個手感然後 看顏色就知道說 嗯哼 好 嗯哼 對 漢外的民眾不懂 所以說他 他會加入那種 那個不必的設計 嗯 去問問上面的專業師傅嗎 對 這個原石是有黃色 然後漆了第一次是右邊的 這個是漆了第二次的顏色 然後這是香橘色 現在下面要上這個 35號 這個算是水性還是油性啊 水性的 這次也是水性的 有光 慢慢補就對了 對因為他這個 讓他吸收 對啊 對啊 他有一個類似海綿體這樣 嘿 這個人真的很厲害 這樣 這樣 這樣就結束了 還蠻平的啊 還蠻直線的 他是用一個工具啊 才去刷的 然後你看得出來這 這個天花板跟梁這邊有跳色嗎 有啊 他說那個漆是有加那個防霉的 有那時候有配那個防霉 寄進去 我們就來看看這個 多久以後會把霉 那可能要幾年後囉 對啊 這幾年後再看看 就這樣嗎 好 我還是在一起 出批 13 你沒事不明 我沒事不明 你沒事不明